我是Caro 我是Anna 我是Karisa 我是一位技能義工 人馬本身是對生命充滿熱情的 希望我的熱情可以帶動到學生 對英文更加感興趣的 我是一個很多興趣的人 很喜歡做不同的事情的人 我什麼都會去試 跟昆排的個性很符合 我覺得馬套是代表創意的 因應著不同的需求 去想出不同的解決策給他們 其實我覺得NGO 它需要有些人有技能去做來計劃 行動一個活動去拍照 我這段時間OK了 而我的技能也可能準備好了 我就去提供一個義工的機會 技能協助給予了一個很充足的機會 我們去發揮自己的技能 在Google 或者義工的活動 時間選擇都是排在第一和第二的 在TimeOcean這個平台去選擇一個義工 TimeOcean是我第一個的技能義工 我很記得有個個案 一開始我聯絡一個瑜伽的工作室 希望他們會否捐贈一些課堂給我們 他就以話不說支持 透過這個捐贈的形式 奉獻回社會 其實他真的是一個很討論的人 真的會有很多他的想法 他的想法 怎樣做會令到多些人有興趣做義工 因為始終這個就是我們最大的任務 他很肯和我們站在同一陣線去 令到平台做得更加好 在COVID 的時間 我就重新去想一想 究竟我將來是想走什麼的方向 所以就去選擇了USUI去學 找不同的機會去儲我自己的投資 Countogether是找的網絡設計師 一開始的時候是幫忙畫一些模式 他們覺得這個模式滿意 我就會幫他們去砌整個平台 裡面的內容 裡面的設計 其實我也要得到Floris的認同 或者對我的信任 我才可以將這個工作做好他 第一件事我覺得他真的非常上心 我跟他說我想redesign這個網絡 他們真的去找了很多不同的NGO的網絡 然後跟我類似去分析這些網絡的不同 跟著就說其實我們有想放些什麼進去 整件事到他真的放在他整個心裡 我們作為老師 其實最主要是想令到他們覺得 學英文是好玩 因為我們這個class其實是很opinion oriented 其實是讀他自己寫過的文 但是是我們老師幫他改了的文 當他讀完之後 我亦都會問回 the rest of the class的問題 就是要查看他們 究竟有沒有留心 各位同學去share她的opinion 我見到他們很踴躍去參與 都挺超出過預期的 只要自己是有心 是做到的 Anna絕對是看著她成長 初初她有少許害羞 越教她就越投入 鼓勵到小朋友有一個更快的進步 她會在她公司 她會share她自己的experience 都是recruit了很多義工來幫忙 Anna將來會做了我們的 預約上Beyond的大師 這是一個很生氣的experience 你覺得真的更加加價值得到 這件事 這種的滿足感 是很難在一些商業的世界上 給到你 尤其也是上班下班 不如用自己的技能 去好好幫助身邊有需要的人 它們不會太晚了 開始